最近有款车特别火的就是理想L9 这辆车在上市发布会的时候 创始人理想说这辆车是500万以内最好的家用SUV 那么作为一个较真的博主 今天我就要去汇汇这辆车 看这辆车它到底有什么本事 宣称自己是500万以内最好的SUV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辆号称500万以内最好的家用SUV理想L9旁边 这辆车其实很多媒体老师都已经对它的外观内视进行了一定的静态评测 那么本期我来干什么呢 本期我来带着这几个问题 第一就是这辆车它算不算500万以内最好的家用SUV 第二就是你花40万买它到底值不值 第三这个车的它整个车机系统 比如说后排的手势控制它到底好不好用 第四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必要买一款尺寸这么大的SUV 好了在聊这些问题之前 我还是照例先给你们聊一下它整个外观和内视的一些设计 因为虽然说你们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其他媒体老师的评测 但是我还是想就我个人的一些主观的一些观点 来跟你们聊一下这款车 首先就是它前脸的造型 它前脸的整个造型和理想ONE是不一样的 理想ONE是整个前脸基本上是魂平垂直的 但是它是你可以看到灯的这一部分是往前走的 但是到了下面的这个位置就做了一个凸起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它整个前脸的这个层次感会比理想ONE要更好 另外要跟你们说一下它的这个贯穿式的LED灯 这个灯是理想和海拉合作生产的这个灯 这个灯它的整个研发成本好像是一个多亿 然后足以见得它这个灯的这个成本其实并不低 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下面的这个分体式的大灯 这个大灯是带透镜的 就之前我朋友的理想ONE他给我的反馈是 他觉得理想ONE的那个大灯的照射的距离不是很远 那么现在配了这个透镜之后呢 这个问题应该会被很好的解决 其次呢就是这辆车它并不是一个纯电车型 它是一个增程车型 所以就算你看到它整个前脸是封死的 它也会给增程器也就是发动机 提供一个散热的空间 那个空间在哪里呢 就在大灯下方的这个两边 就前缸的两侧 你可以看到这下面是有这个散热的水箱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去侧面看一眼 然后现在来到这辆车侧面 这辆车它整个车身尺寸是超过5米2 然后整个轴距呢是超过3米1 它轴距和宝马X7是相同的 当然如果说你要对比这个500万以内这些产品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全新的卢虎懒胜的尺寸 是要比它更大的 这辆车呢它配备的是4条21寸的轮胎啊 这个轮胎型号是2654521 品牌呢是米其林的PS4 它配PS4并不是说它要多么去注重性能呢 因为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很多高端车型上看到一些比较好的轮胎呢 是因为呢这种高端车它不仅是需要这个比较良好的这个抓地力 而且这种高端轮胎还会对整体的这个比如说舒适性啊 比如说这个隔音静静性提供一定的帮助 这个轮胎真的配的是非常的顶啊 就是它整个轮胎的外颜都是天鹅融合格子齐啊 当然啊它的整个价格也并不算便宜啊 一条轮胎1700亿啊 好了说完了这些呢 其实它整个车身你从侧面去看它还有一个点 就是它车顶的前面这里配备了一个激光雷达啊 好了现在我们去车尾看一眼 好来到车尾之后我可以看到几个点啊 第一个点就是它整个这个贯穿式尾灯式 和前面的贯穿式的那个头灯式做了一个相互的呼应 然后同时呢它的尾灯下方这里也是有一个LED的这个灯带啊 就是这么短的一个灯带 这个灯带有什么作用呢 那个灯带就是在你开启展示模式 或者说是你在马路上行驶开启那一家给辅助之后 它会亮起然后来提醒后车啊 其他方面呢 其实它整个后面的这个感觉就和理想1相差不多了 那么既然这辆车它说明称它整个输入性非常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就直接坐进它第二排 看看它的这个输入性和功能性到底怎么样 进入了理想L9的第二排啊 其实此前我在感受理想1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辆车的第二排其实输入性蛮好的 那么理想L9我刚上来之后 我觉得它整个座椅的输入性是没有什么问题 同时配这方面啊 这里给你配了个小桌板 但是这个桌板的这个阻尼啊 我感觉是有一些提升的空间 我相信大家最感兴趣的两个点 一个是这个屏幕 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冰箱啊 那么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说啊 这个屏幕呢不仅支持这种触控啊 也支持这个手势控制啊 这个手势控制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呢 就是你比如说你非常慵懒的坐在这个后排 享受着这个安逸的旅途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在这里 然后把手打开去用它的手势控制呢 去控制这些APP啊 或者说是看一些电影啊 都可以用这个手势控制 就你可以感觉它这个光标的这个灵敏度啊 你看这光标这个灵敏度 其实并不算是很好啊 然后整个你看你看它这个这个感觉啊 你除非是这么把它捏住 哎往那边一滑一滑哎这就可以 所以我觉得它整个这个设计啊 和这个功能呢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你会觉得它整个这个速度啊 非常的慢啊 还不如你来拿手这么滑 而且如果你的车是走行走在一段烂路上 你去用这个光标去去找你想要的这个目标信息的话 那就更不准确了啊 当然如果说你后期OTA能把它升级成 这更灵敏的手势控制 我觉得会更好啊 第二点呢就是这辆车 它在后排的中间的这个地方 配备了一个220伏的电源啊 这个电源呢是可以插PS5的 然后PS5呢也可以直接投屏到你的这一块屏幕上面 同时这块屏幕啊 也是有这个switch的这个连接线的啊 然后你可以把switch游戏啊全部连在上面 然后旅途中你可以打打游戏 但我觉得既然你是一个注重家用带娃的车型 对吧 那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把一些教育机构的一些APP啊 或者说你和它合作一下也放到这里 那么你放到这里之后呢就可以上学路上学 回家路上学买菜学出去露营学加油学充电学到哪都能学啊 一365天天天都可以学 那这个冰箱呢其实现在有网上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就是哇这个冰箱好贴心呀 它还不仅可以带冷冻它可以给宝宝热奶哇真的好好呀 第二种声音呢就是哎呀这个冰箱嘛 这个成本也就不过二三百块钱嘛 多大的事嘛 对不对 车还是用来开的嘛 你整个冰箱不伦不类的 对不对 那么我是什么看法呢 我是觉得有总比没有强 对吧 你想想你如果说自己去花钱去给你的车 购置一个车在冰箱要多少钱 对吧 然后这个你别管它成本是多少 至少它为你后排的乘客考虑到了带娃的一些因素啊 比如说这个奶呀 像重庆这么热的夏天呢 你可以喝个冰水呀之类的 其实这个都是可以的 而且我觉得呃国内消费者看待配置这个事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你可以给我我不用 但是我不能接受你没有啊 这个东西就像我们注重动力一样 就是可以不用 但是不能没有 第三点我说一下座椅啊 它座椅其实整个输入性没什么太大毛病 而且它整个座椅 如果你要放到第三排座椅的话 后面有个电动开关 你按一下 它就会自动把第二排的座椅往前放 然后去放下第三排的座椅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比较实用的 从第二排呢 做到了理想L9的第一排啊 跟你们聊聊它第一排吧 其实整个第一排的输入性 我觉得其实也还是可以啊 哦对了 刚才忘了跟你们说一点 就是理想L9它第二排的那个座椅 它支持腿拖调节 但是它的那个腿拖啊不像 像蔚来的那个腿拖那么烦人啊 它可以收到相对比较靠里的位置 哪怕你的腿稍微往后收一点 它也不会说去把你的小腿就有一个个着的感觉 这点我觉得是做的比较好 接着我们再说前排啊 前排它这个头枕啊 这个头枕是整个车前排和第二排标配啊 第三排没有啊 整个头枕我觉得是比较舒适 而且它整个侧翼虽然说包裹性不是那么强 但整个舒适性我觉得是做的不错啊 下面来说它的屏幕啊 这辆车它是没有传统的仪表盘的啊 它的仪表盘呢 在方向盘上啊 有个小小的这么一块显示屏 这个显示屏是电容品 是可以支持你去触控的啊 包括你可以去看到一些电区的电耗啊 综合油耗啊 包括这边的续航啊之类的 都是可以从这个屏幕上去看到的 另外呢就是中间的两块屏嘛 这中间两块屏呢 是搭配了8155的芯片啊 这个芯片呢 可以说它目前最顶的一个芯片啊 所以说你可以看 不管是中间这块屏幕的反应速度 还是边上这块屏幕的反应速度 都是比较快的 而且整个理想L9 你给你的感觉就是 其实它车里面一块两块 这个三块 这块四块屏幕 所以我客观的说一点啊 就是它给你营造的这种车内的这种氛围 是比较好的 但是并没有达到一个 它所宣传的那种啊 什么给你带来一种家的感觉 这种感觉啊 我其实并不觉得车内的屏幕多啊 就是一种家的感觉 最后呢 来聊一下动力吧 其实这款车它在发布会的时候 厂家并没有就它的动力做过多的赘述啊 这台车呢 它搭载的增程器呢 是来自新陈动力的1.5T4缸的一个增程器啊 就是一台1.5T4缸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工厂啊 就是那个绵羊的那个新陈动力的那个工厂 现在呢 理想是它的大股东啊 所以它现在用了这么一套动力去带一个电机啊 它整个电池呢也是要比李小曼大的 李小曼是40度电池 它呢是44.5度的电 它整个电机的前后功率啊 是330千瓦 整个扭矩呢 是620牛米 WLTC的纯电续航是200多公里 但是CLTC的纯电续航是180多公里啊 高速呢 是可以跑1000多公里的啊 这就是整个车的一个动力情况 你要说整个动力情况好不好呢 其实我觉得这么大一个车 能跑一线多公里续航的话 其实我觉得以目前的这个不管是油价还是电价来说 其实这个车它续航都是比比较好的 而且我之前在理想万上面 基本上就不存在续航焦虑 那么这个车 它不仅油相比理想万大 它整个电池也是比理想万大 所以呢 它就更不存在续航焦虑了 那么现在就来回答我们之前的几个问题啊 第一点就是这辆车40多万价格值不值 我觉得从静态的产品力来说 还算是比较值 因为你看看它同价位都是什么车型 对吧 BBA的X3 GLCL以及这个Q12 六座车呢 也就是只有一个凯达克的XT6 其他的呢 这个空间都没有太大 配置也都没有太高 40多万的价格 我觉得买它还算是比较划算 当然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你目前的这个经济条件 还处于在存钱购买人生第一辆车的阶段 那么它肯定是不适合你的 但如果说你的这个经济条件 已经在购买人生第二辆车的阶段 同时你身边的人又是开宝马X3X5 然后这个蔚来ES8 ES6等等 一系列这种车型的人 我觉得这辆车对于你来说就完全合适 那么现在解决第二个问题啊 第二个问题就是 它算不算500万以内最好的家用SUV 这个事情我觉得看你怎么定义啊 如果是以理想的角度来看 那这个车它这么说没有毛病啊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商人 他要去宣传自己的产品 但你如果说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 你想想现在500万你能买到什么车 除了可能库里南稍微差一点以外 其他的像Lamboyini Wars 马丁的DBX 全新路虎缆胜其实都是可以买的 那么这辆车相比他们差在哪 我觉得差在两点 第一就是豪华感 真的你坐进全新路虎缆胜车内和坐进这个车内 完全不一样 你坐进路虎缆胜的车内你就会觉得有一种豪华感 真的是自带豪华感 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可能差在品牌一架 因为那些车毕竟在那个市场已经征战了很久 不管是消费者的口碑还是他们的品牌一架 都比理想L9要强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差在了这两点 第三就是它整个车里面的这些配置 这两块屏幕包括后面的上面的屏幕 其实好用程度来说都还是不错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 它的那个手势控制比较鸡肋 你在尤其是乘坐的过程中 你没有办法很精准的去控制它 这是我想提出的一个小小的槽点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你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大尺寸的一个车型 前面我也说过了 它的尺寸是要比宝马X7奔驰GRS要更大的 当然它没有全新一代路虎缆胜那么大 那大车带来的好处就是第二排和第三排 会有相对宽敞以及舒适的空间 那么大车带来的不好是什么 第一就是在城市里面开起来 肯定是不如小车灵活 所以这辆车你不管是在日常堵车 还是在你便道的过程中 你都会觉得它可能会没有小车那么好去驾驭 我不是说不好开 因为我现在也没有开过这个车 我只是说它相比小车来说并不是那么好驾驭 尤其是在重庆这些比较窄的 咔咔嚼嚼的那些路段里面 你去驾驶这辆车 可能那个向道你能进去 但是你不一定能掉头出的来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大车的不好 所以我觉得你在购买这辆车之前 你要么先来这个店里去感受一下 它的实际空间表现 要么你就问问你自己 你到底需不需要一辆车身尺寸这么大 空间这么宽敞的SUV作为一辆日常代步的车型 好了这就是本期的雷师不说 我们下期再见